吳君如和曾华线刘家令一起成长 当中有多少难忘的回忆 盛传他曾经介入汤振业和雍美宁之间的感情 也有传他和妹姐不和 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呢 外间一直形容君如是愚增的外仗 他又怎样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你最胖到138磅 那你最瘦是瘦到多少 101 那你现在多少 115 你最主要的方法是怎样 原先最主要的方法是真的吃菜和吃肉 这是第一回合 我最先受的方法是吃了三个月 吃鸡肉吃菜 吃牛肉吃菜 这是第一回合 然后 后来保持继续吃少一点米饭 面包饼干 那些面 因为那些是完全无益的 他们说 其实都是糖分 那些人来的 那么我尽量吃多些菜和吃多些生果 这个就是保持继续的阶段 然后尽量在早上 中午饭和早餐吃 比较丰富 然后慢慢这样搞笑 运动就很少做 运动做的 其实做得很辛苦 第一回合 减肥 然后我生完 我不知道为什么 生完小孩之后 生完小孩之后 整个人都瘦了 我生完之后 我不知道 我只觉得 我照顾它已经很累了 很大的运动 是的 很大的运动 我每天托着30公斤的物体 在街上走来走去 还有我要抱它上去 抱它上车 我已经每天流很多汗了 所以我已经没有心机做运动 我唯一有时候 保持着一个星期游一次水 夏天 夏天 如果是夏天 我反而也很烂 我现在已经烂了 因为我全副的精神都摆在我女儿上 你减肥后出了书的 叫做 减肥血女士 还有后来还出了一个 叫做减肥秘级 就搞到 这个一传媒集团 和这个明昌出版社 就说有侵犯版权 这是什么事 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这个可能不是你自己直接出的 减肥秘级 怎样去减肥 那不关我事 那个可能是出版商 不知道后来 那个秘级里面 可能 有些餐单 是的 有些餐单 他拿了别人的餐单 放进去 其实那个餐单不是假的 其实应该是我的餐单 我吃过的 可能我看书的时候 可能我看了传媒 或者看了明昌 或者甚至在网上 是的 我总之说 吃过 跟过这些餐单 接着我在自己的秘级里面 我跟过那些餐单 但我们那时候 不会说这些是别人的版权 所以可能是这样 没有拿版权 好像 后来又赔了几万元给人 赔了些钱 是的 我完全不记得了 一路说一下男朋友 有一个我也想问一下 这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亦都是传闻一单 就是85年的时候 当你年纪还很小的时候 ITVB 就有一个坊间传说 就是说你都曾经 和汤震业拍过拖 介入了她和雍美玲之间的关系 这件事真是 其实是怎样的一回事 这件事真是 水洗都不清了 这件事是 我也说有时候 自己看了些八婆雜事 因为我自己做这一行 我也不可以尽顺她的感情 我就是她的拍剧 我们拍了一部电视剧 就变了朋友 她就当我小妹 我完全不是她喜欢的那些类型 我的类型就是那些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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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类型 就是完全不喜欢汤震业 你看一下她的记录 都没有一个是我的记录 就好像杜德卫那些 不是的 就是不是那些记录 那时候 因为有一个苗乔 或者一个斥美针 大家当我靓妹 就是高两班的训练班 常常带我出来泡 和见识 去玩 就是这样 就是真的一个刚刚遇上江江 我们四个人最喜欢 就是玩拼牌 和出去喝点东西 那时候我们很喜欢晒太阳 那时候没有流行 那些clubhouse 那时候刚刚大家有钱 那时候刚刚训练班 出来 那时候十五至二十二岁 很喜欢南湾晒太阳 原本我们要去南湾 一向去南湾 因为南湾没有人 那我那天就说 我很肚饿 要吃鲁蒙 浅水湾就有一家鲁蒙 麦当劳 是的 不要说名 不能说名 那我就去了麦当劳 买麦当劳 那你又说 那你说了 那我就去买麦当劳 大家都说我麻烦 吃小镇吧 我不行 很肚饿 拿着麦当劳 拿着啤牌 我们每天都是 吃完鸭 两三点 一边玩啤牌 晒太阳 四个人很开心 晒晒太阳之后 有一群港姐衝过来 他们港姐去拍沙灘照 那些记者见到我们 当然拍了 拍出来没什么 就拍了 那一陣子我真的和康正玩得很迷 因为我们四个很喜欢 约在一起玩 然后就是 刚好过几天之后 我现在也不太记得 很蒙糊 那个年 接着就是 毓美尼发生 她的不幸事件 接着就是 这个就是不幸 有时做这一行 就是有些事情 你要吃死猫 有些事情 是你说十次 都会继续有人问 好像你一样都会继续问我 然后我会说十次 都是说一个真话 但是都是会继续 就是你是 我很明白这个扎星奇缘 Julia Roberts 就说 没办法的了 总之一看报纸 有黑字白字 你永远都会是一个记录 但是当时的你 年纪更小 很厉害 很厉害 不能够 所以我是很不喜欢TV的 因为当时 真的TV原本 有一个处境喜剧 不知道多好的 不知道跟谁拍的 我不喜欢 然后她立刻抽起 就因为这个 是的 因为她觉得影响形象 我心想我有什么形象 我都不是up and coming 我也没有一些很高的知名度 只不过有一个小妹叫吴君渝 可能未必个人都知道 然后她说 你今天抹杀了一个机会 有没有搞错 我觉得很不公平 我觉得 你有没有争取过 我有 我打过去 接着她调我乐意坏 所以其实我过了后 之后 我有时候想起一些事情 其实你觉得是损失的事情 未必是损失的 可能如果给了我做主角 做花旦 可能我又不是很花旦的样子 永远可能在做二线 即是二线花旦 在drama科 反而她撥了我 我哭了 我哭了 打给当年的高层 叫馮美基 不是你 不是 我会打给你 我打完哭了 我说我做什么 我做错了些什么 我做理直气壮 我做错了些什么 我又看了 我哭了 然后我说她说 不是 我们没有藏你 那当然是官方说的 这些是吗 不要咳 那大家说 那当然没有 但其实真的是事实 那不可以做 然后没多久就拍我进EYT 其实真的很幸运 做完EYT没多久 可能那些喜剧细胞被人发挖了 然后很快就找我拍电影 所以我有时候看回头 过了二十多年 看回头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 失戀 事业 都不是一个损失 原来反而是损失 看你自己怎么去面对 对 那当然那一刻是很痛苦的 那一刻是很痛苦的 其实我 至今 我在我的演艺生涯里面 都可以的 都是幸运的 那你了不了解 其实湯正叶发生了什么问题 其实 其实根本我的了解 可能是一般男女相处不来 其实湯正叶是不会说 其实我一粒字都没有听过 但是湯正叶在口中说她和阿翁的关系 我们其实真的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小女孩 即是很后辈 你知道吗 她有高个纪界 即是其实 那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小孩子跟着哥哥玩 那哥哥就当我小妹 那小妹挺傻的 那时候我训练帮她的花名 我记得刘青雯帮我改叫傻妹 那就是一个傻妹 不知天高地厚 就跟着哥哥姐姐说挺好玩 即是这一行 然后又出来 学一下打台湾牌 这么早已经打台湾牌 是清美亲教的 他把我困了 他困了我和刘嘉玲很多钱 哇 这么恶毒 是 所以现在打台湾牌 一定不要找她 我记得清美真和湯正叶 我和刘嘉玲就是余滥 经常输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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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和刘嘉玲打几火 每次都输 我们两个出老千 出老千都不够他们 好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关系就是 好像小女孩跟着哥哥姐姐玩 当时梁朝偉 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喜欢的 我不知道梁朝偉 是否喜欢女孩 但我知道她很喜欢刘嘉玲 她当时真的 真的三合三分 是的 真的 所以她从刘嘉玲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娥姐曾经说 吴君如是最发达 最慕的那个 是的 是不是从小到现在 都是这样 是很挥霍无睹 是的 那你最挥霍一个月花多少钱 我和你介绍一下你的甜品 你这个是 印度拉柴雨落圆顶蛋糕 好吃 我这份是 焗香蕉黑银酒 牛奶 巧克力 我喜欢吃朱古力 我也喜欢吃朱古力 我也喜欢吃朱古力 那你喜欢吃蕉 对 你喜欢吃蕉 软心朱古力 又不喜欢吃蕉 我不喜欢吃蕉太蕉 因为你的蕉不蕉 是很硬 吃甜品是最令人开心的事 嗯 我喜欢吃蕉 让你吃蕉 好吃 这个蕉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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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明白这个 吓鱼僧 鱼僧吃东西很好吃 他经常说什么 感恩 是这样的 嗯 嗯 不是他经常说 吃到好东西 要说嗯 那他就会继续有些好东西 嗯 有很多道理说的 嗯 嗯 嗯 好了 斯芬 喝杯 吃完甜品 怎样都做一杯茶 你喝一下 好 麻烦你 准备茶给我们 你个 breakfast tea 英语 breakfast 对 我说真的 很想喝杯茶 知道 知道你说真的 是 你刚刚提到 嗯 就说 他们打麻将 戚美真很厉害 是啊 妙翘偉 他不是同我一起的 他们高过几届 他们比你 同你一起的都很标榜的 男子有 刘青云 梁朝伟 不是 梁朝伟高一届 梁朝伟高一届 是啊 他我们的师兄来的 那时候看目击他 追周华线的 是 嗯 他那时候真的是三合三分 是啊 真的 所以我跟曾华线说 曾华线 那天 他跟马国明那些匪民出来之后 我打他去问他 他不是罵 对 他罵了五分钟 其实他 我和他这么多年 姐妹 由16岁到现在 他说我有什么 你不知道的 我有什么不跟你说的 怎么会那些报纸出了 你才知道 他不是在那里罵 罵了我五分钟 所以我肯定他不是和马国明 当时梁朝伟 是不是很多女孩子喜欢的 我不知道梁朝伟 是否喜欢女孩子 但我知道他很喜欢曾华线 所以他从了刘嘉宁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当时 当时 但他跟曾华线 怕了多久 不是真的三离三合 真的 就是 三离三合 可能中间分手 跟着一起 跟着分手 最后才是跟嘉宁 那是因为嘉宁的介入 才令他最终分手 还是分手了 不是分手 分手很久很久很久 都不是那个阶段 后来跟着分手 其实大家都是朋友 都有玩有性的 我们其实这十二期训练班 我们其实个个都挺好感情的 就是 双天鹅 南杰英 周华线 和嘉宁 其实那种感情 有时候我们久不止 都会聚着阿狗 有时候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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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为了 就是 其实真的很快 由你想想 很唏嘘 由十六岁 大家 可能我是十六岁 他们比你大 可能 或者大一两年 我姐就说 自己大我几年 接着 大家一起成长 经历过 在这个行业 就是这么多年 然后 然后 斩了一眼 真的 时间斩了一眼 很快 我们又过了这么多年 又做了这么多年 朋友 那么多个同学里面 跟你最谈得起 最好的朋友是哪位 就是周华线 有一段时间 都跟嘉宁谈得起 很友善的 但是华线 很奇怪 华线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能和她的八字 比较合 因为我们同年同月出生 我带她四天 然后我们就好像 很多东西都很合 譬如我和嘉宁 很不同型的 譬如我和她买衣 一定不会 大家喜欢那件衣服 不会抢的 我和华线 是会抢的 就是大家会喜欢同一样东西 很喜欢啤啤熊 啤啤熊忍公仔 就是很喜欢花仔 就是会抢东西 可能这件事 促使我和华线 无论是那些兴趣方面 就比较合 那她喜欢那些男孩 会不会你也想抢 那当然了 是一个陈定威不想抢的 陈定威也一起过一段时间 这个是她独特的 你就不疲借了 不是 梁朝偉这些可以的 我想很多人都喜欢过 梁朝偉 其实她也是外面那些 外面的那些 外面的那些 她很多人追 真话事 也很多的 美女 那又不是你们想得 这一行好像有很多机会 其实这一行真悶到 真悶到 我问问你 现在就很流行说 那些饭局 请一些明星出来吃饭 有没有 你们那时候有没有 我们那时候老老实实 我就去过几次吃饭 付钱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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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过那些给钱发觉 那些给钱发觉 真的没有 富豪发觉我没有听过 可能是人家没有选择你 对 那你的姐妹有没有 所以我就说 我上来自闻发觉 我上来自闻发觉 没有东西爆给你听的 那你的姐妹有没有 那时候有没有 有没有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听闻有这些东西 那其实身边很多姐妹 都有很多有钱的人追 确实是有的 但是你说 真的是不是很臭 别人给你一百万 叫你出来吃饭 我想就没有 我又没有见过 也都在我姐妹口中 没有听过 也都可能 我觉得是没有的 就是这些完全是大家 可能在外面一厢情愿 在想的 好像爱在娱乐圈那些 是的 是的 还有一个 有求证客 刘嘉宁 初初进来训练班 口音不正 笑她的 是不是真的笑她 是不是真的用一个 我也有份的 你也有份 是不是真的用一个 挺不客气的说话 挺难听 叫大陆妹来笑她 那我又没有叫她大陆妹 只不过真的觉得 挺好笑的 那些口音不正 那你才出来说话 说那些不正的 明白了 明白了 是的 那你明白了 那也会笑的 你是正常人来的 你看电视机 看到一个艺术师 说的口音 那些会笑 还有嘉宁是很斯文的 她没有现在这么大姐姐的感觉 她小时候 是一只鸩鸩 她是很斯文 是真的像苏州姑娘 她不知为什么大大 是现在 经历多了 经历多了 又开酒吧 又面面俱缘 又做生意 她小时候不是这样的 扎两条鞭 很純情 但是可能真的经历多了 反而 反而 在小时候 最贴近 从小到大 没有什么变的 都是周華善和吴君如 都是这样的 那么多个男孩 最没有人对她有兴趣的是哪个 最酷的是刘青雲 刘青雲是她很老迹 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跟她现在都是这样 不是很迷队的 然后又不是很 就是 不是很说自己的东西 但是我们喜欢她 是喜欢她的 吴启华 就是比较健康 感觉到 好 那陶大宇 就很好笑 就是 其实 我想都是三岁还是八十 个个都是差不多 娥姐 还是现在的娥姐 张天外没有变过 都是要大家姐 然后控制了整个大局 就是好像现在去的那些 斯拉古神那些 大家的转变 你眼中就是这样 是的 那我们喝杯茶 好啊好啊 不要说 太好啊 是的 喝杯吗 英文热吃 你说要英语吃甜采 我记得了 其实我应该要 海鲁rator 我喜欢海鲁rator 海鲁rator 海鲁rator 是吗 海鲁rator 这个水味 我最近很喜欢海鲁rator 但是后来觉得 嫁了老公之后 终于喝英文热吃甜采 不能这么说 但是事实上是 不是那些 Sachen 好像太香 太誇張了 娥姐曾經說吳君如是最適合、最慘的那個 是否從小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 你是很揮霍無盜的 現在也是嗎? 也是 你最揮霍一個月花多少錢? 沒有計算,幾十萬 你買什麼? 買衣服 買衣服幾十萬 我都明白 有時候買衣服十幾萬就小 那你有多少個十幾萬? 也不是很多 十隻八隻 揮霍那邊有這個階段 但現在還是很喜歡買東西 還是很喜歡買東西 你做完了解,乖乖一百萬 之後仍然那麼喜歡買 我告訴你,這就是大家幫忙探討社會問題 不代表你要停止買 那這些全部都是我的血汗錢賺回來 我全部都是我自己一手一腳 我沒有被人… 你不用這麼大聲 我現在不是在指控你 你現在好像在指控我 不是應洗得洗,你明白嗎? 是 那也要有人消費才有動力 沒錯 你在現在的市場塌成這樣 大家又說吃少了東西出去 我很害怕你 我覺得做這項一定要貪美 而且我經常都跟自己說 貪美當然是自己的天性 但另一件事不是幫自己開脫 我覺得始終都是show business 其實聲色藝這件事一定需要 其實你求知了多少在自己身上 觀眾很樂意知道,很樂意看到 觀眾很喜歡一個藝人勤力 是一個藝人是Glamorous 有光彩 有光彩 然後喜歡它是不停轉變 那這件事其實你會… 有時候有些人想想 為何好像吃了防腐劑那樣不老 或者為何還在市場上那麼熱 譬如麥當娜 就是我是一個… 以為你又說麥當勞 不是 就是我覺得始終我每… 我個人就是永遠都是… 經常一個腦袋都告訴我 show business,show business,show business show business 這個是show business 觀眾是喜歡看 不是喜歡看旁邊的會計 旁邊的秘書 是喜歡看明星 明星是有一個款式的 你窮車極似 他都喜歡八卦 戴口是罵你 但是他還是要心甘命底 喜歡看 但是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是不停地令自己發光 亮一點、漂亮一點 我覺得這件事是沒有壞的 你買東西也是女人的通病 我訪問過陳方安生 他跟他老公叫得最近那場交 你為何要買這麼多衣服呢 連陳方安生也是這樣 這件事都沒辦法說 我覺得女人也是這樣 每次出去遊行都會去摔過法 也是要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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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經常都說這句名句 我說了一百次、一千次 這個世界上沒有醜的女人 只有不勤力的女人 不勤力包括你內心不進步 你外表不進步也一樣 那他有沒有罵過你 你工作上的事 他這樣? 我有一個人生的座右銘 是Don't argue with success 我覺得在他身上 真是見識到 什麼叫人物